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8月8日 已經是 星期四 美國又動手抓了一些中共特務 這次抓的是一個長期從事民運組織的人 黃書軍 今年已經70多歲 他是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的秘書長 也是創辦人 被紐約東區聯邦陪審團裁定四項指控 全部成立 當然是幫中共做間諜 他的罪名包括隱瞞美國政府充當中共代理人 密謀充當中共代理人 非法擁有身份證件 向執法機關提供虛假陳述 今年76歲的他 可能面臨最高25年的監禁 不過我想不會判那麼重 十年八載 基本上坐完監禁 能否活著就出監禁 這件事 很多人 都有出來作證 因為他接觸到很多大量的民運人士 包括 中國研究問題的人士 越張健 他說其實他的人生完全不應該走到一個如此悲哀的途徑 這是一個不歸路 只要是你為中共做事 遲早是會被人出賣 這個結局一早可以預見 類似黃書軍這種人 在現在的海外民運組織 仍是大量存在的 而美國政府也是放長線釣大魚 或者 有些政治考慮地說 黃書軍有四個共犯 全部都是中共的官員 他們是國家安全部官員 賀峰 紀捷 李明 以及呂克青 他們涉嫌間諜罪 以及跨國鎮壓行動 包括監控 美國的異見人士 以及 騷擾他們 或者把他們綁架 目前全部都是 逃亡的 檢察官 在結案層次最中強調 有充分的證據顯示 在過去十幾年時間裏面 黃書軍在中共國安人員的指示之下 為中共提供很多海外民運 法令公 以及香港 新疆 西藏 台灣方面的情報 黃書軍在1994年來到紐約 之前曾經在中國一間大學任教 03年 他入籍美國之後 在06年拉法成 創辦了 胡耀邦趙紫陽紀念基金會 這個組織 主要的人士都是反共的知名民主 異見人士 他利用基金會裏面的職位 以及華人 民運圈的影響力 搜集關於這些人的 行動 包括學者 異見人士活動家等等 再把這些情報 報給中共政府知道 檢察官判決後表示 黃書軍背叛了那些尊敬和信任他的人 為甚麼有那麼多 在海外民運圈的人 幫中共做事呢 我們要看看黃君圖的說法 黃君圖已經認識了他很久了 他就表示 這個是一個悲劇 這個悲劇不單止對民運圈 更加是整個華人社區的一種警醒 因為他跟黃書軍交往了二十多年 認為黃書軍是一個真心信奉民主 痛恨專制的人士 但是他以為在不造成傷害的情況之下 跟中共周旋 得到一些方便 同時也可以為民運做工作 他 認為這種不是犯罪 但事實證明他是錯的 黃書軍的日記經常提到 陶哥 正正就是黃君圖 呈堂證據顯示 在21年的11月22日 山東青島的國安叫做紀傑 指示黃書軍在即將舉行的民主活動之中 關注黃君圖 西藏人 維吾爾人以及蒙古人之間的交流 黃君圖原來也是受害者 他也是被監控的其中一員 但是他仍然很同情黃書軍 他說 黃書軍原本不是民運圈的人 只是華人的學者和民運的支持者 對於中共六四天軍門大屠殺感到憤怒 後來 被陳一芝拉進胡召基金會 黃書軍對他說 他是中美關係惡化的犧牲品 黃君圖說他是習近平對美政策的犧牲品 黃君圖表示 早在黃書軍進行的日記工作時 很多人已經知道他的行為 其實民運圈已經有察覺了 他是窮才做這件事 因為他說 中共看上你 沒有哪些華人可以拒絕 否則你又回不了 還會有其他麻煩 但是一旦合作 就會觸犯美國法律 實際上 還可以回到大陸的人 其實也有危險 因為他隨時都會被中共收買 拆反 或者威脅 他說 黃書軍的案件之中 美國的原則是看賊不亮 而中共國安法律 明確規定要求中國人必須合作 說到底 中國的法律就是你一定要做間諜 你去到 海外 你是有責任有義務向中國的情報部門提供所有東西 包括他要你做甚麼你要做甚麼 黃軍圖認為這件事是中共造成困局 在這種博弈的格局之中 有一些想真心幫助中共 但欺綿美國政府的華人 也有那些 懲罰中共的 但是他們也不敢告訴美國人知道 也有兩頭應付的華人 表面合作 實際上是內心的反 反對 可能又收下錢 但是這些是觸犯了美國的法律 又沒有辦法脫離中共控制 他說 基本上被中共收買的 一定會被 拖落水 另外一個中國民主黨全國 委員會的執行長叫做陳廠創 他說 黃書軍被人定罪是好消息 可以 令到一些運職在民運圈裏面 做中共代理人 或是被中共收買的人 看到 美國政府要打擊他們的決心 好了 這個黃書軍定罪 還有 徐賢軍朱鋒兩岸結合 可以看到美國針對 中共在美國打情報工作 要抓這些人 實際上我們覺得 是十分之 應該的 根本就應該全部 逐個逐個拉 不應該停手 因為中共在民運圈 實際上真的是養了很多人 沒有錢也是啦 去到海外賺不到錢 就被中共收買了 一個人 人窮就自斷了 其實這個情況 我覺得接下來 都會在 在英國會出現 很多人 聲稱自己是手足的物體 當他們沒有錢的時候 就會做出一些傷天害理的事 我們都被無數的這些人出賣了 他們出賣完我們 都在外面騙不到錢 騙不到其他善長銀佣給錢 很多人 一直以來 就是想著吃民運飯 吃政治飯 不是在這裏的 台灣很多 去到加拿大很多 在英國很多 最終他們可能會被 香港政府收買 在這裏做他們的代理人 當然啦 衣不維穩費有多少呢 這個我們不知道 他們會持續多久呢 也不知道 不過最終一定會有這種人 現在 問題就是 他們認為很多時候 海外華人要怎麼面對呢 你也不知道誰是人 誰是鬼 不過 通常做這些事情 他們也會露出馬腳的 你凡是這些做中共的代理人 因為 民運圈裏面很多朋友告訴我 你要小心啊 美國的民運圈裏面 他們說很多人是鬼來的 很多人都是在幫中共做事 實際上是在活躍 其實在他們的圈子裏面 約莫哪幾個他們都知道 他們是有感覺到的 但是就不出聲 意思就是大家都 賺錢 他們也找不到其他東西做 他們也沒有其他技能 只能夠做間諜 問題就是 你 你的 生活就是出賣 民主運動的人 出賣你身邊的朋友 走得在一起的 大家也是有共同理念 才可以走得在一起的 原來你是幫中共做事的 這些是沒有可能的 沒有可能會原諒你的 美國政府 其實我覺得 應該加大力去拉 盡量拉 拉到一個也沒有 最重要是重判 你不要以為是老 七十幾歲就不會坐牢 招判25年 我覺得真的是 真的是一件好事 接下來其實是陸續有來的 當然這些潛伏的人 第一時間要拘捕 也有很多 擺明那些 沒有可能會放過 僑聯 同鄉會那些 全部拘捕 把所有同鄉會的人全部拘捕 裡面來審 十個八個是 又沒有誰不是的 全部 衝攻他們的國籍 衝攻他們的財產 有錢的全部要衝攻 然後不要遞駕出境 美國坐牢後才會遞駕出境 這樣才會讓他們先享受 讓他們趕快回大陸 千萬不要 這個76歲也對的啦 希望他坐到一百歲了 文運圈 這樣怎麼搞下去呢 這個我們也有問過的問題 當然啦 現在大家也是 拋出很多疑問 有沒有答案呢 暫時也沒有 只能夠大家 每一樣的注意多一點 一個人是不是幫中共做事呢 實際上你從他的言行舉止 你看得出的 是不是 那麼 當然我們也會金睛火眼去盯緊 身邊每一個人 或者我們 接觸的人 我們也會很小心 其實 很明顯的一件事就是 你看他 那個收入來源 他是靠甚麼 維生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 靠黑錢維生的 一定可以 中共收買到啦 如果他本身有其他工作的 有其他收入的 總之他有正常收入 那麼他就 沒有那麼容易被人收買 當他沒有收入來源的人 要靠行黑的 要靠貨金的 要靠 養的 那些 就大家要打成 120分精神 這次時間我們先講到那麼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 經濟趣可的朋友訂閱Patre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 拜拜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 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到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請客壓到最離開 請客 再用一杯 我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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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客